香港回歸祖国25年来 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 和内地兄弟省市的全面配合 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 有显著的进步 如果我们和25年前的香港和英国之间的比较 来做一个比较的话 我们会发现25年前 香港的人均GDP低过英国的1.12 今天我们的人均GDP已经高过英国的1.12% 香港的人口预期寿命比英国长3、4年 香港的社会治安比英国好得多 我们的犯罪率以人口规模计算 只不过是英国的8% 即是英国比较高出1.12% 我们自己比自己 过去的25年 我们的社会服务开支 福利开支 教育开支等等 都以陪计 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增长 因为香港社会的经济发展好 经济发展是基础 下去我对香港的发展有信心 因为我们国家民族复兴的势头非常之强劲 我觉得下去我们要履行好 秉持好 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11月12日 对香港提出的四个新的希望 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 助力国家全面开放 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家治理实践 以及更加积极主动促进国际人民交流 我相信我们做到 习近平主席对我们提出的 这四个新的希望的话 香港的发展 尤其是为我们新一台青年人提供的 发展空间 一定会更加大 更加广阔 更加好 所以我对香港 我充满信心 希望全香港社会 能够继续秉持 乐观 积极 向上的态度 一起将香港建设好 多谢大家